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张 大自然也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最主要的还是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损坏 随意丢弃的垃圾 化工厂排放的污水以及有毒气体 无时无刻不威胁着生态环境的发展 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 自然界的野生 野生动物们为了能够生存下去 最重要的还是要获取充足的食物 但是生态环境的破坏 直接导致野生动物流离失所 并且最基本的食物来源都不能够保证 动物们为了生活下去 只能领提西径 一名男子在野外发现了一条 奄奄一息的蟒蛇 但是蟒蛇的肚子却鼓鼓囊囊的 当男子知道真相后 他的心都碎了 提起大蟒蛇 想必所有人都会为之忌惮 除了蟒蛇的外表让人感到害怕 在以往的生活里 蟒蛇伤人的势力不在少数 因此当我们在野外遇到蟒蛇的时候 都会唯恐避之不及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 蟒蛇也是大自然中的一份子 也是具有灵性的生物 我们不能用带有偏见的眼光 去看待凶猛的野生动物 万物都是平等的 即使是具有危险性的野生动物 我们也要尊重它们 所以就算是蟒蛇 如果在野外偶然碰见像蟒蛇 这样凶猛的动物的话 我们远离它们就好 切不可故意伤害它们 它们也是一条生命 必要的时候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还要向它们伸出援助之手 故事发生在印度的一个 修建公路施工现场 这个施工现场靠近热带雨林 经常能看到很多野生小动物 蟒蛇喜欢潮湿温热的环境 因此热带雨林这样的环境 也是蟒蛇经常出没的地方 一名工人在施工中间休息的时候 突然看见草丛里 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在蠕动 因为好奇 这名工人决定靠近查看 随着这名工人的靠近 草丛里的动静逐渐变大 工人小心翼翼地来到草丛旁边 当看到眼前这一幕的时候 这名工人立刻被吓得 瘫坐在了地上 全身止不住地颤抖 原来是一条蟒蛇蜷缩在草丛里 工人拔腿就跑 奇怪的是 这条蟒蛇并没有立刻追上来 工人回到工地后 惊魂未定的他将自己看见蟒蛇这一事 告诉了他的其他工友 胆大的工友们根本不相信这名工人所言 于是这名工人将工友们逮到了一开始发现蟒蛇的地方 看见草丛里这只巨大的蟒蛇 工友们都陷入了口荒 奇怪的是 这只蟒蛇仍然蜷缩在原地 身体还在慢慢地蠕动着 看起来一点精神也没有 这名工人因为太过害怕 根本没有仔细地观察这只蟒蛇 现在一看发现蟒蛇的肚子特别的大 像是刚捕完猎物 但是一般蟒蛇吃完食物 一会儿就会恢复精神 这只蟒蛇反而看起来非常痛苦 而且对于眼前出现的人类 没有表现出一点攻击性 这样的状态 让在场的工人们都感到非常反常 但他们能够确定的是 蟒蛇之所以看起来如此提不起精神 肯定与它胀大的肚子有关 万物皆是生命 为了让这条蟒蛇活下去 工人们决定帮助它 但是仅凭没有经验的工人肯定不行 必须要请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工人们立马打电话给兽医工作站 工人们向兽医描述了现场的情况 没过多久 兽医就赶到了现场 兽医一到 就迅速地给这条蟒蛇注射了镇定剂 蟒蛇很快就恢复了瓶颈 但是兽医告知现场的工人们 这条蟒蛇现在生命垂危 如果不及时将蟒蛇肚子里的东西取出来 将会严重危及生命 但是现在将蟒蛇送往诊所已经来不及了 兽医只能就地实施手术 工友们自发清理了周围的环境 守护在蟒蛇的周围 以防有什么意外发生 因为在热带雨林 是一个时刻潜藏危险的地方 兽医拿出随身携带的手术工具 清理消毒之后开始对蟒蛇进行手术 兽医用手术工具缓缓划开蟒蛇的腹部 接下来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蟒蛇的肚子里并不是什么难以消化的食物 而是一堆垃圾 一堆由人类丢弃在野外 又被蟒蛇吃进肚子里的垃圾 工人们不可置信地面面相去 好像都想到了什么 从一开始对蟒蛇的恐惧 立马转化成了怜悯和心疼 没想到天生的捕食者 竟然会因为垃圾而命悬一线 兽医看到眼前的情景 顾不得感慨太多 他一心只想着拯救这只可怜的动物 兽医细心地将蟒蛇肚子里的垃圾 一点一点地清理出来 可能是对这条蟒蛇的遭遇感到无比痛心 兽医的动作非常轻柔 深怕对这条蟒蛇造成二次伤害 没过一会儿 兽医就将蟒蛇肚子里的垃圾清理干净了 最后又将蟒蛇的肚子认真地缝了起来 保证蟒蛇清醒之后还能够生存下去 做完一切处理工作的兽医静静地待在原地 等待着蟒蛇的苏醒 兽医告知工人们 如果他们没有发现这条蟒蛇 那么这条蟒蛇不久后就会离开人世 是工人们救了蟒蛇一命 但是蟒蛇的遭遇也让在场的人陷入了沉思 没想到伤害野生动物的不是他们的天敌 竟然是因为人类随意丢弃的垃圾 实在让人感到羞愧 待到天黑的时候 蟒蛇已经逐渐恢复了意识 兽医赶忙将自己带的食物放在蟒蛇的周围 然后让工人们都躲在蟒蛇看不见的地方 以防蟒蛇因为自我防护做出伤人的行为 这条蟒蛇醒来之后 看着眼前的食物立马就狼吞苦咽起来 但是身体要恢复健康的状态 还需要时间休养 所幸这条蟒蛇还是保住了这条命 蟒蛇进食完之后 拖着病奄奄的身体 缓缓地消失在雨林深处 兽医和工人们看见蟒蛇 慢慢消失在视野中 它们才安心地离开了 心里祈祷着 这条蟒蛇能够在丛林里生活下去 也希望蟒蛇能够记住这次经历 不要再因为饥饿 随意吃垃圾了 通过这一件事 让我们所有人明白一个道理 看似远离人类生活的野生动物 也会因为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 而深受其害 因此保护环境之以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更加重大 即使天生凶猛的野生动物 它们在人类活动面前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保护野生动物 维护自然平衡 不仅关系到动物的繁衍与生息 也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更是衡量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个城市 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所以相关保护环境的组织 要始终坚持保护优先 规范利用 严格监管的原则 牢固树立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 齐心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着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保护我们人类共同的朋友 守护多样之美